得啊,我是少年 青春荷盟的激动似乎都是在校园时期 那时候的我们是腼腆害羞的 遇到喜欢的人也不敢说出口 即便说出口在一起了 也不敢当身边的人知道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就是关于少年少女的 地下年情 月色真美 櫻花盛开的季节又是一个新的交配机 心上初三的学生们都进行分班 而天进步的水野嵌 没能和朋友们分在一班 进行慢机前水野嵌紧张挤的 因为她得鼓起勇气去交新朋友 在小心翼的进班机后 发现幸好有人认识她 才不至于太过尴尬 而就在那天夜晚一家人去吃制作餐 或许是异性之间的荷蒙共鸣 水野嵌发现同班的安线小太郎一家就在隔壁吃 眼神碰撞了两人十分尴尬 在两人同时去拿饮料时 眼神又进行了一次交流 水野嵌的姐姐在得知两个人是同班后 就跟妈妈说 妈妈变乐情了 去跟小太郎一家打招呼 用餐结束后 水野嵌紧张地让小太郎不要在学校说出今天的事情 她觉得很羞耻 最后两个人就没有再说过话 都在各自专心 搞着学业 直到少年少女一起运动 彼此切磋的 体育期到了之后 水野嵌和小太郎被分到了同一组 负责体育记忆的用具之类的事宜 水野嵌看到小太郎头顶的头发翘起 于是私下给她取名屌 啊不对 是翘毛 本想通知小太郎加入用具小组的同志群 可是她太过紧张 而没有说出口 小太郎有些不理解水野嵌的行为 到学后去了书店 最后看到太宰志写的关于女生心思的书 便买了 哎呀小伙子 表面正人君子 实则老鸡贼呀 而小太郎因为没有录群错过了活动 被组长训斥去帮东西 水野嵌亏就得鼓起用具 去找到索要联系方式 然后水野嵌帮小太郎一起帮东西 她很自然地帮她拍掉 身上蹭到了白灰 两人的关系就这样拿尽了 小太郎立志成为小说家 每天都熬夜写小说 因为她参加了小说新能奖的比赛 但是她的小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很快运动会开始了 水野嵌参加了200名短炮 她也帅气了孙姿 赢得了第一名 小太郎看得路升起来 谁知之后她也抽到了200名的短炮 可是她跑了最后一名 中途还摔倒出手了 手受伤的她去义务室 结果给她包扎了人 是水野嵌的好朋友 西伟签下 记住这个人的名字 后面要考的哦 也不知道是不是养人特别有缘 因为水野嵌在阶级赛也摔倒了 原因是因为爸爸带了摄像机拍她 所以紧张 水野嵌只要紧张 就得捏自己的红薯吉祥物 但是吉祥物丢了 所以将她更加紧张而摔倒 搞砸了比赛 同学们表面没有说什么 但却在背后嘲笑她 小太郎才知道水野嵌丢了吉祥物就找了一天 终于在傍晚将找到的吉祥物还给了水野嵌 水野嵌开心极了 忍不住说了自己的内心 虽然很怕丢人 也怕被关注 但是真的很喜欢跑步 水野嵌委屈了小太郎顿时脸红的反驳 说这一点也不丢人 水野嵌是最棒的 你只要保持现状就好 所以在回家后 小太郎收到了水野嵌的感谢信息 开心的步行 两人都拿着手机 开心的聊了起来 后来小太郎不再害怕丢脸 而不敢把小说拿给别人看 而是将自己的小说拿出来向书店老板请教 这样的改变 都是因为收到了水野嵌那句 虽然这样很丢人 但是真的很喜欢跑步的影响 可有时候可不是估计勇气面对 就能得到好的回报 小太郎把自己的处女做投稿 参加比赛 结果落榜了 失落的他也没心情准备起没口了 沮丧了他拿起手机 给水野嵌发信息 还说 自因为社团发生了很沮丧的事情 问他要怎么办 水野嵌很温柔地用上次 小太郎鼓励他的话 来鼓励小太郎 让他保持现状就好了 明明在学校没有什么交流的两个人 却在手机里 尿得很开心 小太郎心情一下子就舒畅了 兄弟 你说我们没有想到 如果你保持现状就是永远落榜啊 而在学校考完试后会有个休学旅行 很多人都抓紧开始找对象 这样就可以一起去旅行了 虽然在天津队有个小道消息 那就是种子选手比良 喜欢的水野嵌 小太郎是文艺部的 在文艺部有个邪门的传说 如果随意拿本书 这本书上肯定会写的 如今适合你的人生质单 小太郎便随意的拿了本书 结果看到了字是 至少恋爱不是种机会 我认为它是种意志 小太郎吓了一跳 觉得可能是种暗示 可是他一出图书馆 就听到同学在讨论 水野嵌也许会接受比良告白的事情 小太郎有些心情沉重 他和水野嵌聊天的时候 真的很想问他有没有喜欢的人 可是问不出口 等到水野嵌参加重要比赛的这天 小太郎告诉水野嵌 自己要去神社 祈求水野嵌能够获胜 在小太郎和小孩们敲太鼓的时候 他一直盯着手机 或切地想要知道水野嵌的比赛情况 也许真的是小太郎起伏起的作用 水野嵌真的在比赛获胜 可在他想要找机会 给小太郎发信息时 手机却没电关机了 一直到傍晚都没有收到消息 而且已经沉重了小太郎 在神社外却碰见了来找他的水野嵌 两人静静地坐在神社行的木街上 皎洁地晕跃 倒淋在波光淋淋的水面上 流水滑滑地响着 似乎在掩盖着一股 奇怪而有酸臭的味道 小太郎看着水野嵌的侧脸 看着露神 在水野嵌说月色真美的时候 小太郎突然坚定地说 跟我交往吧 失足突然 水野嵌直接笑地让他等回复 可这一等就等到休学理性 这期间两人都没有再说过话 距离心前 老师会没收大家的手机 但是不少同学文化过关 带上了手机 小太郎也保住了手机 这样他就能及时收到水野嵌的回复了 可万一 水野嵌的手机没保住呢 是不是故事 就结束啦 之后水野嵌去神社抽签 心里有句话 暧昧的态度 是灾难的元凶 这看似是在提醒水野嵌 于是在那天夜晚 水野嵌收到了小太郎的消息 与他明天12点百货店前见面 可是水野嵌却不知道对方要做什么 因为没有后续消息 原来小太郎敢发完消息 手机就被路过的老师给收走了 而在隔天 水野嵌被同学们拉着逛街 根本没有时间去赴约 只要用最后的9分钟 跑到百货店前 可是 却没有等到小太郎 原来 小太郎因为下雨的关系 而迷失的方向 没有找到水野嵌 在他着急万分的时候 却遇到水野嵌的闺蜜 前夏 于是用他的手机 联系了水野嵌 重新约定了一个地方相见 有猴 于是两个人见面后 水野嵌特别的生气 你跟我就算了 你还让我闺蜜的手机跟我联系 你跟我闺蜜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好不爽 我好委屈 我要和你多说话 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丢了 前面的对话 我还能理解水野嵌内心敏感 而心生抱怨 可最后这操作是什么鬼啊 两个人就在没人察觉的情况下 正式交往了 而他们的交往方式 就会在学校继续装作路人 放学 再用手机联系 两人势必将地下情的精神 管车到底 可谁知签下对小太郎 也有好感 终止找他搭话 还抱了跟他一样的补习班 升学考试快到了 可是小太郎并不在意 他要准备下一篇小说 对于交往 小太郎和水野嵌 都不太懂 第一次的恋爱 两人小心翼翼又超容易满足 后来两人约了午休时 图书馆见面 可是小太郎在图书馆 前遇见了千夏 两人乐情的聊天时 却被疯疯活呜赶来的水野嵌 给看见了 爸爸委屈 爸爸不开心 爸爸好烦恼 好不容易在小太郎的解释下 缓和了关系 谁知闺蜜千夏 却发信息给水野嵌说 自己喜欢上了小太郎 大姐啊 这就是地下恋情的不好啊 你说人家是小三 也不对啊 可这种情况 却就是很容易被当小三啊 不想失去小太郎的水野嵌 终于跟千夏说了 自己在跟小太郎交往的事情 可是 千夏说自己早就知道了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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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还不是最放飞自我的剧情 也不知道水野嵌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她竟然爱情和友情都不想放弃 所以 她希望和千夏继续做朋友 她很抱歉自己没有告诉千夏 而千夏也很客气地说是自己的不对 不该喜欢上小太郎 你不会生气吧 在得到了水野嵌明确不会生气的答复后 千夏竟然说 那我可以去告白吗 只有告白 我才会死心呀 毕竟小太郎喜欢的人是水野嵌呀 好像在逻辑上没有毛病啊 可万一小太郎答应了怎么办啊 你敢说水野嵌不慌吗 而这波操作还不是本剧最防备自我的 因为田径部的关系 想象小太郎和水野嵌是地下恋情 所以比较喜欢水野嵌和千夏喜欢小太郎的情况都被外人看在眼里 大伙也非常乐意地制造助攻想要撮合两人 在这些助攻下两人的发色似乎都发生了不一样的变化 这波动画在开头真的是清纯的一批 甚至看到了很多以前童年的影子 但谁知编剧全在后续逐渐防徽自我 画风开始有点失控 但却也多出了太多浪人捧腹大笑的笑点 而男主女主到底会不会走到最后 关注我不迷路 我会在最快的时间更新下期 我是赵连 一位迷人又可爱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评论 点赞一下呢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